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保密 应该非常保密 按照他的说法 按照之前的说法 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法院 法院跟检察官的办公室是在一个不由定里面 所以现在他没有 没有 还没有 然后讲外面的 在外面的本身呢 他要在进法院之前还会讲话 离开法院之后还会讲话 也没有看到 在法院外面出现了 开始出现了一些争执 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背景 开始出现了一些争执 主要是美国的众议院的格林那个女士 来到了现场 把川普比作成耶稣和曼德拉 我和我们刚才节目中 我跟大家解释了 有点像耶稣的故事 因为他赶在了复活节前头 而耶稣复活呢 是妓女说的 对不对 妓女去佐证这件事情 他是一个证的故事 而耶稣被迫害呢 是犹太人赶的 耶稣自己是犹太人 所以这故事就很令人感触 就有了他一正一反的这种相应的道理 那结果川普现在又赶上个妓女 所以我刚才用了那个妓女自己的话 他说这是个很疯狂的事情 他当然肯定会很疯狂 对吧 那他战胜 如果用他的做法 他去毁掉这美国社会中非常好的一个男人 他会他会觉得自己很棒 人性的败落跟衰败的一切 泯灭的一切 就是在这地方 所以石涛那时候原来咱就讲过臭肉臭肉的故事 朋友 有些人不那个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YouTube对我个人的干扰蛮大 很多人搞不清楚 就搞不清楚很多故事的来处 刚才有一个人留言 我看他头像是个老爷们 你天天说美国 记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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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 你练练英文 他现在中文的 英翻中 中翻英的 这些APP非常发达了 你翻翻英文 你别误导人家 你别误导人家 我就没见最后 最画龙点睛就是最后这句话 我就没见过你说过什么中共国的故事 你根本就不说中共国的故事 这话就点睛了 看我节目的朋友知道 中共国这个词是涛哥说的 谣言领先 遥遥领先的预言 是涛哥在11年前发明的 你现在在网络上很多自媒体用的词 都是涛哥原来讲过的 然后他说你从来没有说过中共国的故事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 我觉得挺有趣的 另外一个人留言说 你那个乌鸦嘴你别说 你乌鸦嘴你老说你就如何如何了 你说人家就如何了 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天意不是谁赢谁输的事 我们希望朋友们从中能够使得自己一种灵性的起悟 你骂我 你骂我 你不喜欢你就 我就原来不喜欢你就自己录一段自己放 对吧 晚上录一段 然后躲在被窝里 你就没事你就放了 对吧 带个耳机 别把你媳妇或者你先生给吵醒了 那多给力啊 对不对 多给力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还有一个说跟大家讲那个 干净世界那个OK了 十天没上节目 现在可以OK了 今天早晨恢复了 所以有些朋友喜欢在那看吧 这是跟大家讲的 所以这是人情世故的背景 那这篇文章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做独家新闻讲的 伊万卡在周末的时候去看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伊万卡在川普离开海湖庄严之前去看了自己的父亲 跟自己的先生 那没有人能没有人拍到他们的照片 那川普在周末的时候呢 去打了高尔夫球 而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他自己在佛罗里达州 在曼阿密住 所以他去了海湖庄园那边 那他们住在自己的另外一个公寓里面 这个公寓呢 距离海湖庄园大概车程一个小时 在那里他们被发现了 所以这就是人们说呢 肯定是看了他的父亲 在发生事情之后 那伊万卡跟他的先生都公开表态支持了川普 那伊万卡就说 我爱我的父亲 爱这个国家 那我现在为这两个人 两件事情都感到很痛心 很悲剧 在很多传说中 就是在1月6号发生事情的时候 那伊万卡跟他的先生与川普发生了很大冲突 在有关班农问题上 他们同样发生了很大冲突 自那之后 后来伊万卡跟先生就离开了 基本上离开了父亲的政治 所有有关跟政治的一面都不再参与了 所以英国的美日电讯呢 有专门记者去追 就是追他 那追他的结果 追他的故事就是说 看他们的生活 追他的故事 那结果把伊万卡当成这种女网红 就是明星的概念 去来报道 所以经常见他健身呢 这个诸如此类的 他自己的身价大概 夫妇两个人身价大概七亿美元 所以他们基本就是在曼阿密过了自己悠闲的故事 那在他们父亲搬到佛州之后 他大概花了两千多万买了一趟房子 他的儿子 川普的大儿子也同样是这样 所以就举家从纽约搬出来 那在远离父亲的政治的故事的背景之下 在父亲准备重新投入2024年美国选举的时候 那他们也发表声明 他们从此以后不会碰政治 那在宣布从此以后不会碰政治之后 那在这一次的故事当中 再次出现 代表今天民主党人 就是今天他们恨川普的人 那促使了在川普周围的很多人 重新聚集到川普身边 我觉得这是关键 这是非常关键 重新聚集到川普身边 在聚集到川普身边之后 给予他的支持跟力量 所以在川普竞选美国总统 宣布竞选的时候 只有自己的太太宣布支持他 他的儿子是OK的 但是他的太太宣布支持他 那他的女儿呢 为什么川普看重呢 他的女儿有着川普自己原配夫人的 就是离世的那个 原配夫人的身影 无论他的美貌 他的智慧聪明 他的才干 他做事情的风格 很具有那一套东西 所以很显然 在川普的眼睛里 自己的女儿呢 身影是两个女人 一个自己前身的 前原配的夫人 另外一个呢 是自己的女儿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 很温馨 很复杂 很struggle的一个情感 但并不妨碍他对自己现在太太 这一份的钟爱 所以人呢 其实是很立体的 但这个东西呢 被现代人解释 其实都是很独断跟占有的 所以这是一个东西 那作为伊万卡这个故事的展现 就表现出呢 在他们的眼睛里 父亲所面对的一切 已经不是一个政治 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 他遇到了被迫害的问题 所以在他的解读中 如果没有被迫害的话 他就不会去这样 那意识到自己的父亲被迫害了 承受了从来没有承受过 别人从来没有承受过的压力 那作为自己 他自己当然知道父亲 他在父亲眼睛里的那一份身份 跟他的价值 所以就表现这一份支持 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但我跟大家解读的意思就是 即使在伊万卡的眼睛里 在他先生眼睛里 已经就说改变 只能改变自己原来的初衷 重新被拉回到自己父亲的身边 这是一个肯定的故事 这也就是等同我跟大家解释过的 今天的共和党人 不可能有 不应该有任何其他人 再去跟川普竞选美国总统 而川普会一切的缘由 都是因为他们要阻止川普竞选总统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 共和党人不可能再出第二个人 再去跟他去如何了 而任何出现第二个人去跟川普 争持竞争有关党内的竞选的话 都是缺德的 所以这就出了 这是一个反衬过来 这么一个人性当中的表现 那共和党人 共和党本身作为政治团体 就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巨大的修理 巨大的改变 已经不是曾经的共和党了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 我相信朋友能够理解这其中的故事 伊万卡去拜访了自己的父亲 这是独家新闻 之前他曾经发表了短暂的声明 有认为说是看到了他 这表明了伊万卡对自己的父亲是支持的 这是一种标志 因为之前他一直拒绝参与这样的故事 他在星期五的时候 他曾经发表声明 我爱我的父亲 我爱我的国家 今天为两者感到痛苦 感谢各党政治党派别中 表示支持和关切的声音 所以他这一份感谢 已经把自己画进去了 对吧 因为如果我不去参与他 不去参与父亲这一份东西的话 那他就没必要感谢 当他去感谢各界政治 政治派别对这件事情的关照的话 那就是就是很简单了 那他他原来呢说 他说跟父亲的政治呢 还愿意是一种顾问 后来就就等于是 就等于是结束这段故事 那他之前一直表示远离政治 这段夫妇呢 就是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那而在星期五的时候 库什纳同时表示说 民主党人对川普的恐惧 和他拥有的一份政治力量 在这个事件中 就完全展现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氛围了 川普身边的人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团结在 就是拥有那种整体的力量 中文字幕提供